赵旅文化 祝您新春快乐 列威 欢迎来到赵旅拍案 这两天伊朗斩首事出了之后 就有一则消息流传出来了 有人说伊朗人义愤填膺 以至于发出一个号召 八千万伊朗人民 每人捐一美元 凑八千万美元 派杀手 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向上人头给砍下来 但是上期节目我们就说 您别说是八千万美元 我直接乘一千倍 八百亿美元 你也未必有能力 直接暗杀掉美国现任总统 为什么 美国现任总统 不单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而且也是被安保的最严格的人 往天上看 人家有空军一号 有海军陆战队一号 那都是最先进的直升机和飞机 在路上走的时候 人家那个总统专车的安保程度 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而且有大量的安保人员 咱们这么讲吧 如果连一个总统都保卫不了 那美国怎么能称之为军力最强的国家呢 当然了 为了总统的安保 美国也是花了不少的钱的 而这个钱都是美国纳税员拿的 尤其是朗普总统上台这几年 美国特勤局也是交苦连天 为什么 预算增加了很多 花费也增加了很多 一方面 我们听说 朗普总统这个性格 他招人恨 不光招美国国内人恨 他也招国外的对手恨 连传统的盟友他都怼了个遍 所以估计想暗杀和刺杀他的人不少 你就得增加这个安保措施 而另一方面 朗普总统和他的前任巴马总统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什么呢 家庭成员数量 巴马前总统 咱知道啊 就一个总统 一个总统夫人 俩女儿 总共总统家族啊 就四个人 而且巴马前总统 干总统那边啊 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读书 要么读中学 要么读大学 平时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社交来往 这个状态下 你安保是比较容易的 顶天的 巴马前总统的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啊 你有个三四个特勤人员 天天盯着他 也就得了 朗普总统家族巨大呀 前期不算啊 就算现任老婆 现任子女 现任的女婿 儿子 孙子 外孙女 朗普总统家族 多达17个人 已经是巴马前总统的 四倍以上了 而且朗普总统还出了名的好玩啊 当了总统之后 有人统计过啊 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待在白宫啊 就愿意到自己的各个产业中巡视 打高尔夫球 你对于美国特勤区来讲啊 你说是在白宫中保卫人简单 还是到高尔夫球场保卫人简单 有的媒体计算过啊 咱不说别的 光租用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 每年就都得花上百万美元呀 人员已经是人家巴马前总统的四倍以上了 更关键的是 朗普总统的几个女儿儿子 不是省油的灯啊 巴马前总统的女儿 当时就是读个中学读个大学 朗普总统 女儿也好 女婿也好 儿子也好 儿媳也好 都有着自己巨大的产业 而且这个产业是遍布全球的 比如说 咱都不说伊万卡 就说朗普总统随便找个儿子 他的一个儿子到外国访问的时候 他的身份可是美国现总统的儿子 他的安保级别是非常高的 美国总统特勤区 必须派出大量的人保护他呀 所以为了保护朗普总统 庞大的家族成员呀 美国特勤局据测算啊 每天的费用是超过两百万美元的 甚至有人说 朗普总统这不才干三年多总统吗 就这三年为了保卫他花的钱 已经比巴马前总统那八年还要多了 如果下一任朗普总统连任的话 美国纳税人又得花更多的钱了 我想啊 这未来都可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攻击的一个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建议以后 美国人民在选举总统的时候 为了省点纳税人的钱啊 你先考虑考虑 哪一个总统护选人啊 家族成员比较少啊 人比较踏实安分不愿到处跑 这种人还真能给你们省点钱呢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吕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吕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吕拍案 橡 呀 呀 呀